大家好,政治揭露,大家好 那我就錄的一天,8月18日上午,11點左右 我估計這部影片是今天播出的,大家好 那小弟最近很忙,因為要出入醫院 因为我爸爸身体真的不行,不是很好,这是一个事实来的 所以我就比较麻烦一些,可能出片的产量可能会有机会少了 可能有时候你看到一天可能有两套片,现在一天一套片而已 哎呀,你财经揭露第三节,这样就出一天了,可能会是这样的 中美争霸,哎呀,没那么多了,不是做四节,这样的情况可能是这样,会少了 有时候说政治揭露,我可能都没什么心机说,可能说少了 希望大家接纳吧,当然你支持我,希望你继续订阅,分享,留言,赞好,还有按铃铃 首先第一件事,关于疫情,我想我觉得都需要说的 其实现在的检测差不多出来了 何君尧议员,他就说,枪禁足14天配合全民检测 无染疫可发健康码 这个我想在大陆是恒之有效的方法 大陆已经成功重启了经济 你禁足14天,就是说每个人工都不回了,除了一些紧急行业 但是集体就是先检测 那可不可以捉到一些无感染症状者 当然有很多做生意的人觉得,哎呀,我做少了一天生意啊,会死的 但是,如果你不做的话,你没有犯法捉到所有的无症状感染者 就是社会就长期运作不了了 你说罗湖开关没有机会的了 什么都没有了 你长期不会说有大陆人来香港的了 其他国家当然就说,香港正在爆了嘛 就封你咯 何君尧议员当然说一些正常的东西 但是我又发觉有一些医护 他是另有用心的 这位医护呢,叫王任康 王任康呢 他是一个选委 他是长期支持港独的选委 王某作为一位公立医院的心脏科医生 大概无缘参与执行全民检测的了 这些是有份搞罢工的陷家产啊 那些仆街医生啊 黑医护的代表啦 但假如我是被征召去执行检测 我想我大概会向前来参与的人事作以下解释的 他说全民,即是他现在是玩东西啊 他说全民检测可能会发现毫无症状的 没有肺患者 什么叫没有肺啊 白扑街 因而提早治疗或和隔离 但其实呢 暂时并没有确实的临床证据证明 你凭什么这么说啊 整个中国都搞定啦 无症状的没有肺患者 接受治疗的成效如何 万一出现假扬性 更可能呢 导致进一步不必要检查 也为各下带来无限的精神压力 这样 他写这么多东西的目的就是说 如果他做检测 他就会 他就要在这里堵乱的了 那些黑医护 就顺带一提 本人也不会参与全民检测 就是说呢 他就说 政府搞防疫 他要搞破坏 现在香港呢 有这些全家产医疗人员 他那个partner 是以前我不孙式的全家产医 李盈之 牙医来的 这些混蛋黄医护 就在香港呢 製造混乱 即是空立医院 有这些全家产呢 他随时就看到 如果有个 香港医生有问题呢 香港的 警察有问题 可能他就会 他就会 用一些恶意的方法 想逼走 警察 不能留在医院 就是这些黑医护的了 那你王任康 你记住个名字吧 是不是 但是呢 现在我在想 如果香港有168万 白痴 低能儿童 香港的羞辱 就是这168万人 你投票支持 反对止暴制乱 反对止暴制乱 去年你区议会 如果这168万人都 听这个全家产说 那当然泛民那些汉奸 这些是汉奸走狗 对不对 就是他们会叫 不要参与全民检测 那就是说 七百万人 七百五十万人 没有了 可能有百五万人 他不做 那他们的圈是什么 他说 做了都没用 不是那么准的 这样 如果有百多万人 不参加全民检测 会有什么结果 结果就是 我们另外的五百多万人 很努力去做检测 接着呢 就捉了很多 无症状感染者 但是有百多万人 人不做 他仍然是 无症状地走来走去 而找不到 那么没完没了 没得重启经济 是不是 就是 那个美国 美国 美国 有一只美国 那些东西 他们现在就几百万 个肺炎 是不是 他们五百多 五百五十万以上 我就去看 死了十七万人 他觉得中国实在太好了 那这些汉奸走狗卖国策呢 就要 令到香港的疫情 没无了期 特朗普也说了 说他要针对香港 他就找这个人来针对香港 其实抗疫呢 是需要大家合作的 抗疫呢 的确是在现代社会里面 告诉你 原来民主 自由呢 这些思想呢 是和抗疫呢 是互相矛盾的 因为抗疫是一个紧急事态 你遇到紧急事态 如果每个人都跟你说民主 和政府吵架 我是个人有选择的 我呢 有权呢 咳都要到处走 我惹死人 这是我自由来的嘛 所以呢 我猜不到 我这样说了七分多 但是你看到 你是这些医生 他们的说话 是令人发指的 你反过来何君堯 他是律师 但是他呢 是说正常的 那你大家 禁足 去做全民检测 检测 检测了750万人 检测了 检测了 派了个健康码 那你回大陆出入 那你就可以 做生意 往来咯 但是如果这750万人 没了150万人 不合作呢 那就大家什么都没用咯 是不是 那500多万人 500多600万人 怎样勤力都没用 因为你的医疗漏洞出来了嘛 黄有康叫你不要做的嘛 即是香港 现在有百多万台税家 他说他是黄的嘛 又说检测了你 他不信任政府嘛 是不是 知道你DNA 就会怎样 我想问 是否发明了一种毒药 可以杀死你而不杀死我呢 我不黄的 但是 你有一种病毒 我和你的基因可能似的 是吧 即是你 弄死你 可不可以不弄死我呢 不说检测 第二件事呢 应该有个特别人物 叫张坤洋 张坤洋呢 文汇都会说他已经走路了 去了英国呢 搞流亡议会 啊 真的我不明白 这些人渣 讲什么 张坤洋 我们是没有印象的 他一直跟着黄之锋的三名 他一直跟着黄之锋 去美国呢 去美国呢 就什么什么 黑球些什么 香港民主法案啊 那些 即是这个混蛋呢 的确是一个人渣 1996年出生 毛都没生齐 那呢 他就说要满怀野心 要选立法会 那 那 接着呢 你看回他的资料 原来 港大 他进浸大 浸大读什么啊 那 看来都是 主修中国研究啊 我真的 这些人 他是不是读屎片 就是低财身啊 你在浸大读中国研究 跟着再读什么 哦 现在我看了两个 好像都是读来读去 都是读屎片的啊 这个人 一浸大低财身 入到大学就搞政治 就是 黏着张秀妍 黏着黄之锋 黏着黄之锋 那 这个人 我面目模糊 我完全不认识他 可能黄丝圈 觉得 哎呀好帅啊 年轻真的好 那种 那种 那现在呢 心有鬼 走了 那我又看其他媒体呢 就 苹果那些 就不承认他走了老的 那是不是呢 不知道 但是最好笑的呢 就是 我看 梁振英 梁振英的说法呢 就是说 喂 现在呢 罗冠聪和郑文杰 都和他割席 那 我呢 没有时间呢 读这么多了 那我现在 他们 以罗冠聪 和郑文杰 的声明来看呢 第一 就英国佬看来很像 不是这么欢迎 罗冠聪 也都可能叫他那只狗 郑文杰 郑文杰就是 一个英乡 驻港 英国领事馆的员工 回到大陆叫鸡呢 被捕了之后呢 叫鸡叫到可以移民 那我很恭喜他的 阿郑申 以叫鸡来说 他都是嫖客里面呢 都是一个 结出人士来的 叫鸡叫到 可以移民英国 就是你叫鸡 而已 为什么可以变成难民 被英国庇护 我真的不明白 想到招了头 但是 总之呢 就切割 即是文杰就一定是 汉奸 或者他真本是英国人 等于和黎智英也是英国人 那他就说 和他没有拉家 没有想着和他搞任何东西 郎冠聪也是这么说 他说 是我的好朋友 但是我离开香港以后 没有与他们 即是张昆阳相关的人 去联络的 我在英国个人行事 就是说 其实说来说去 罗冠聪的意思就是 他 和张昆阳无关 你英国佬不要说我走啦 我是一个美国走狗 但是来到英国躲 因为美国太厉害了 我去英国猫 那我希望 你英国不要说我走狗 这样的意思 你不要让张昆阳 我没有黏他呀 我黏了他 你不喜欢说我走 那怎么办 这样的意思 就是 好不好笑 我觉得也挺好笑的 不过你自己慢慢看 梁振英的帖子 我读得很少而已 郑文杰也说没有 这一个是郑文杰的 自己看啊 梁振英的帖子 那我就想 为什么这么害怕 是不是真的 英国佬现在 看看特朗普会不会下台 下台就会说这些走狗 去求人呢 啊 真是 何韵诗和张昆阳 那些垃圾都好像很朋友 这些都是汉奸 这个是加拿大人 这个想走去英国 我相信呢 文汇报报得呢 就是真的 不过呢 他们会不会扭屎乎乎 叫张昆阳 走去第二道呢 我不知道 是吧 就是一个毒 浸大的低财身 在这里 只是没有心机 真正去贡献的社会 就在这里搞港独做汉奸的垃圾 最后我也再提到一个人 就是林大辉 其实已经知道了一段时间了 林大辉呢 成为这个呢 港台的顾问委员的主席 但是林大辉呢 我就看他在理大事件的表现呢 我就觉得十分之愤怒的 就是你自己去查 他就说呢 叫警察解封 11月27日那天 那时候呢 其实就是在 区议会选举前后呢 李大是大火拼啦 当然那时候 11月27日 就是警方成功包围了李大 那当然 李大的样子就很醜了 但是当然包围了这些人呢 警方呢 是应该要 对每一个人呢 登记了才可以放他走 最后也是这样做 但不是11月27日发生 林大辉当时 他是说要警察放山他 放山在理大里面做汽油弹 准备杀人 用弓箭射 那些警察的脚 其实都是以图谋杀的 全家产 就是 庇护全家产的林大辉呢 那我直接说他就是全家产 那他说嘛 开放式的火药仓 露天的火药库 既然是这样 就应该要拘捕了些贼啦 是不是 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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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这些就叫山贼咯 美国那些抢东西的山贼 走进去大学里面 搞恐怖活动那些 那些恐怖分子之外 都是山贼 是不是 那这些是山贼的话 林大辉为什么要放山去呢 是不是 我们看到未来 林郑又委任一个黄尸 进去港台 那里 那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又要放山港台 他对理大那些暴徒也要放山 是不是 那现在你是不是港台又放山呢 下个月一号山校 就是九月一号山校 任期两年 就是这个全家产呢 又将会浪费我们香港两年 就说港台 做一些节目很好 很棒 就是林郑是不是每次都是玩东西的呢 说完 敷衍完阿爷 就找个黄尸下去 你做政协 统战过你 不代表你不是黄的嘛 等于田北辰我说他是汉奸 你也是的嘛 他又不懂得说 我未必有空录这么多政治揭露 我就知道林郑是混蛋了 不仅仅 你 你